消息指新增至少1160多宗新冠病毒个案 初步确诊至少800宗 人护水羊本对新冠病毒呈阳性的 深水堡富腔村富月楼完成两日遗风抢检 一共发现29宗初步阳性个案 富月楼原定昨天早上解封 大发现22宗初阳个案 决定延长遗风抢检多一日 同样因为污水验到新冠病毒被遗风的 大部宏福苑、宏胜角和宏志角 也都完成遗风抢检 其中宏志角发现4宗初步阳性个案 宏胜角没有发现阳性个案 但有一个样本需要再次检测 至于出现多众确诊个案 前日开始被遗风的屯门梁景村梁结楼 到现在仍然未解封 而沙田美临村美丰流也未解封